所以这就是我对两地美食的评价 台湾美食的下限要比上海高很多 但是上限两地是差不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喝奶茶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 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 现在是全职奶爸 目前在台北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 今天终于要说这个话题了 美食 说到吃的真的让人很激动 虽然我不是什么吃货 但是美食总是能让人心情变好 我老婆除外 她只喜欢吃毛豆和泡面 很好养 但是让我很头痛 我是空有一身还过得去的厨艺 但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真的只能期待我的儿子快点长大来 品鉴他老爸的手艺了 尤其是我又住在台湾 所谓的美食荒漠台北 所以对台湾的美食了解程度是很有局限性的 这一期就作为抛砖引玉 期待大家告诉我更多的台湾美食 对于台湾的评价之一 对岸的很大一部分人都会一致说 台湾的东西很好吃 然后上海在早几年的时候 也会时不时搞一个号称视灵夜市的地方 而且会有相当多的人去排队 那种夜市呢 普遍最多的就是三样东西 一个是鸡排 一个是大肠包小肠 一个是蚝啊筋 但凡是有号称台湾夜市 台湾美食的地方 必然会有这三样东西 然后我也去吃过 吃下来呢 觉得也没有很惊艳 尤其是这个欧啊筋 那边做的还有一点腥味 就一直让我很期待 想来台湾吃一下正宗的夜市 是什么味道 然后其他还有像青蛙下蛋这个东西 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流传到上海了 但是没有持续很久 现在已经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像奶茶呢 Coco啊 五十兰啊 还有一个模仿五十兰的品牌 一点点 已经做的比五十兰的规模还要大了 还有像清新福全 这几年也陆续都有了 然后还有当时超级火的周杰伦的品牌 Match奶茶 开在外滩 刚开的时候 买一杯奶茶排队 可能要排到两三个小时 然后找黄牛代购的话 拿一杯的价格大概在200人民币 也就是差不多折合900台币一杯奶茶 我们上海人有钱啊 争相当韭菜 上海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品牌 叫喜茶 它是当之无愧的上海饮料界 无论是它的价格还是人气 还是它的营销策略 都已经是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品牌标杆了 它的口味呢 以水果茶为主 然后用料十分丰富是没错 只是相对于这个用料 它的价格还是有一点高的 一杯通常的价格是30到50人民币 也就是差不多大概在200台币左右 好 先不说奶茶了 我们说回台湾的美食 台湾美食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卤肉饭了吧 我一亲来台的时候 第一次带我到外面去吃饭 也是被招待吃卤肉饭 说真的 因为我之前来台湾也吃过卤肉饭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这个卤肉饭有特别好吃的地方 一是它卤肉的味道其实和上海的红烧肉比较相似 就是用酱油来调味猪肉 无非一个猪肉是一整块的 然后卤肉饭的猪肉是切碎掉 所以我一直搞不太懂卤肉饭好吃的点在哪里 就对食肉动物而言 它的肉也太小了 太不过瘾了 而如果你要说拌饭吃的话 像鸡汤拌饭啊 肉汁拌饭都很好吃 为什么偏偏要用卤肉拌饭专门做一个菜式呢 第二呢 我觉得卤肉饭可能对台湾人有一个情节在里面 所以我并没有很多的体会 就像武汉街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吃叫热干面 它也是差不多武汉的标志之一了 但是我吃过也没有觉得特别好吃 而它的来源呢 正是因为当时汉江码头的码头工人 装卸货物期间需要找食物来补复 当时以面食为主嘛 但是你吃一碗汤面 热汤热面的吃起来非常费时间 所以就发明了这样一种能快速入口 又能填饱肚子的平民料理 所以呢 当地人是有一个历史典故 有一个情节在里面的 想来卤肉饭应该对台湾的市民也是如此 所以我这个新著名呢 就觉得卤肉饭普普 然后呢我也陆陆续续吃过了炸鸡排啊 大肠包小肠啊 蚵啊筋啊 QQ球啊 炸鸟蛋啊 肉丸啊 大丸啊 这些东西 说真的 也都没有非常惊艳到我 反而是有许多值得吐槽的点 尤其是我上次说的那个许多人排队的 所谓的大上海生煎包 那么厚的皮 然后整个放在水里煮 而且它的馅是有高粒菜的 这简直真的是在侮辱生煎包 就和拿猪血糕做披萨 侮辱一大人一样 拿生煎包来侮辱上海人 我还吃过一家 所谓上海面馆的雪菜肉丝面 然后雪菜肉丝面在上海也算很普遍 很平民的一种食物 但是它的雪菜竟然是新鲜的 没有腌制过的雪里红 切碎了而已 这真的是在上海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当时就吐槽 老蒋那个时候 陶南没有带上海的厨子过来吗 还是因为它是宁波人 口味偏咸 而上海菜口味偏甜 它吃不惯 我也吃过顶太风的小笼包 也就是普普通通的小笼包 但至少它还算是小笼包 比所谓的大上海生煎 并不是生煎要好一点 吐槽了这些呢 你们也不要不爽 不爽也没有用 因为口味这个东西就是主观的 不能再主观了 我不喜欢吃 你硬要我说好吃 也没办法的 对吧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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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开始转折了 这里我说一句公道话 台湾的美食呢 下限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之高 就是你路上随便找一家店进去 都不会太过难吃 包括我上面吐槽过的这些 也都不难吃 只是不经验而已 下至鸡腿饭啊 虾卷饭啊 火车便当 米粉面条 包子馒头啊 上至牛排海鲜 余生日料 西餐厅啊 会踩到雷的概率非常非常低 无非就是普通还过得去 很少很少 极少会有好难吃啊 的感觉 这个下限啊 是我对比上海而言 因为上海有一些店 真的做的就还没有我做的家常菜好吃 一些新开的店 没有勇气 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然后上限呢 两边是差不多的 上海米其林餐厅有四十几家 台湾有三十几家 虽然米其林这个排名 是被我嗤之以鼻的 米其林根本不懂中餐 但是也能从某一方面看出 两边的高级餐厅水准是差不多的 像上海的圆明园路啊 湖南路啊 这些地方 有一些非常高级的日料餐厅 也有一些很高档的本邦菜餐厅 上限也很高 虽然在台湾呢 我还没有怎么去过高级餐厅 但是有一些中等偏上的我也去吃过 是觉得还不错的 像有一些日式烤肉店 它的和牛品质非常正宗 所以这就是我对两地美食的评价 台湾美食的下限要比上海高很多 但是上限两地是差不多 所以我刚来台湾就一直在想 如果我的朋友到台北来找我玩 我要带他吃什么 才能使他心中那个美食圣地 台湾符合他的预期标准呢 我费尽心思找了几样 我觉得不会让他失望的美食 我的标准呢 基于以下这两点 一个呢是要比较独特 对岸不怎么吃得到 就比方说你在对岸吃过烧麦 然后你在这边吃烧麦 要感觉到惊艳是非常难的 除非是小当家特制宇宙大烧麦 对不对 所以最好相对要独特一些 还有呢 这个东西在台湾要比较普遍的 容易吃到 有点矛盾哦 但是怎么说呢 就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不然只是食材特殊的话 大陆的食材要比这里特殊多了 像什么老鼠啊 驴肉啊 虫子啊 这些都是小意思 好 一日之际在鱼城 早餐要吃好 我会先带他去吃台湾早餐店 没错 就是街头巷尾都有的台湾早餐店 这样的早餐店啊 在上海其实是很少有的 或许我说的还不够客观 因为我以前通常是靠麦当劳的一份 差不多60台币 然后有汉堡有咖啡的超值套餐 打发的 但是好像跟我类似的上班族 大部分也都是在便利店 快餐店买一些方便早餐 不像台湾这里 遍地都是早餐店 而且种类非常丰富 汉堡吐司可送蛋饼煎饺 铁板面奶茶咖啡果汁 也有中式的油条酥饼水煎包豆浆蚁浆 所以上海的早餐店绝对没有台湾的多 也可能是因为房租的关系 只做早餐的话很容易亏本 所以有很多的餐饮店 是它会出租早餐时段的门面 给一些做早餐的人 但是相对就真的是很小一个门面 或者是一个小摊位 早餐的品种呢也很单一 卖煎饼果子的只卖煎饼果子 卖包子的也只卖包子 房租高是一个原因 然后通勤时间也是一个原因 像上海的平均通勤时间是在42分钟 相比台北的平均通勤时间29分钟 相对要早起不少 有一些卡着点进公司的人 就类似我这样 可能就放弃了早餐这个选项 这是我对两地早餐的不完全观察 好了吃完早餐呢 我们随便晃晃 找个公园坐椅上晒晒太阳 哇哇鼻屎 看看没 啊不对 提升一下审美啊 然后差不多就到中午了 中午呢要吃饱 我就带我朋友去吃一顿面食大餐 我以前住在芝山站这里嘛 那里有一家老街切仔面 我非常喜欢 就来一份龟啊 一份鲨鱼烟 一份炸烧肉 然后对面有一家北头有鱼 我们就点一碗招牌综合羹 来一份炸排骨酥 再到斜对面的盛口味呢 来一碗大肠科仔面馅 这样呢差不多吃个八分饱 这几样啊 真的是上海吃不太到 然后又非常美味 又很平民化的美食了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夹娃娃的店 十块钱的硬币上呢 钻一个孔 连上线 丢进去之后再拉出来 夹不到也没关系 踹两脚 把娃娃抖出来 我们大陆人素质就是这样嘛 拳打脚踢运动一般呢 肚子也有一点饿了 跑去买一个车轮饼吃吃 有甜的红豆奶油 芋头地瓜 有咸的菜骨肉松 培根马铃薯 再来一杯我最爱的奶茶 然后也找一个公园 长凳上坐着晒晒太阳 哇哇鼻屎 看看没 啊不是提升一下审美 差不多也该去吃晚餐了 晚餐要吃少 我们就找一家平民的热炒店好了 三杯系列呢 在上海已经很普遍了 很多地方都点得到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会做 所以我们就不点三杯系列了 来一个台湾香肠 一定要夹生蒜片吃 来个鱼软沙拉 来个烤乌鱼籽 乌鱼籽呢 虽然算比较特殊的食材 但是如果你在台湾不买非常顶级的 一般的像三四百块 也可以买一片尝尝味道 然后再来一个菜股蛋 九层塔煎蛋 这种做法上海吃不到 再然后呢 胶岩龙猪 磕爹上海也没有 虾卷猪血糕 上海是比较少的 最后呢 再来一个情人果 接接腻 这样晚餐麻辣乎乎也吃得差不多 晚餐过后呢 我会带他去林森北路晃晃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地方 只是听他的名字 感觉那边绿化很好 绿油油的 遍地都是森林 适合饭后散散步 消消食 逛到夜深时分 我们再去吃个卤味 花枝丸供丸 麻辣鸭血 嘴边肉 大肠 炸豆包 大鹿妹 鸟蛋甜不辣 旁边的摊味还有盐水鸡 关东煮 东山鸭头 不过鸭头这个东西 我倒真的还没有吃过 大陆也有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吃 所以还没有尝试过 大陆呢 是吃鸭脖子比较普遍一点 好了好了 这一天也就吃得差不多了 回到家 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 我们就早点洗洗睡吧 他会不会吃了 吃鸭脏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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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鸭脏子比较